我覺得是絕對不能接受 也反映到醫管局的管理是否出現了問題 因為原來你出完這個通告之後 原來前線的醫護人員是不理你的 我覺得非常之憤怒和驚訝 因為早前紅十字會去九龍灣庫境總部 去做一個幫警員捐血的活動的時候 已經出現了有前線的抽血的醫護人員 身上掛了一些反政府、反修例的飾物 令警員感到不安 於是整個活動就取消了 我出了信給這個醫管局之後 醫管局人事部也發了一個通告 給所有的員工 重新就是他們都認為 他們身上不能佩戴有政治色彩 又或者會令到別人感到不安的飾物 在身上 通告也都出了 證明是不能這樣做 但事隔一段短的時間 東區尤德醫院又發生同樣的情形 但我們未見過有任何處理 也見不到有任何醫護人員被懲署 是否只有港幣呢 完全沒有網管 所以這些情形會繼續發生呢 這是不能接受的